每到年节到庙宇拜拜祈福 点上一炷香是许多台湾人熟悉的民俗仪式 而炙香产业现在更有了新的面貌 在厦门有台商导入文创概念 将老派的香转变成各种生活小物 还跟故宫合作借用了古典概念 将熏香礼盒拼成清明善和图 吸引大陆许多文创开发商上门邀约合作 点炭火 香炭要充分燃烧 位于厦门的直播间 香烟鸟鸟专业商导师正通过网络平台 向网友们展示传统的熏香礼法 有很多人就想说 你们有没有在开班授课 想要来现场学习的 这种非常非常多 他点在空间上 整个流香时长可以达到12个小时 台上金宇峰做直播不仅要带货 也积极推广传统的香道文化 他的电商团队每天都要制作 和香道文化相关的影片 我们希望借由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一个传播 让这样子的香文化传承下去 在大陆来源于西方的香水精油等时尚元素 随处可见 东方传统的现香檀香文化制品 却间接乏人问津 金宇峰聘请台湾团队设计了时尚包装 希望吸引年轻人使用传统香制品 台湾文创的优势在于创意 就是说在很多设计上面 它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框架 像是团队与台北故宫 合作推出随身包薰香礼盒 只要把八盒香按照顺序拼起来 就是一幅完整的宋朝清明上河图 香和画相互结合 在文创界成功创造话题 大陆许多景区也上门邀约合作 比如说像古浪宇有一些景区 他们就会想说 把我们的景区做成一幅香画 然后他们可以做成 他们这景区的一个纪念品 金宇峰把传统的香和火柴 结合起来方便携带 这套点香产品的外包装Q版人像 就是采用两岸都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 正成功 好玩又有趣 那我们借由香的方式 让他体验一下 就是说我们以前用火柴棒 点火那种乐趣 来自台湾的他 2005年正式进入智商产业 到厦门发展 他参加文化展会大开眼界 大概在四天展览期间 卖了250万的香品出去 看好大陆蓬勃发展的内需市场 金宇峰经过多年精心准备和策划 他将台湾老字号香糖开到厦门 他在厦门建立了一支20人的营运团队 抢搭大陆电商经济快车 从小在台湾高雄长大 厦门和高雄同为海港城市 在厦门打拼的金宇峰快速融入当地生活 也在这里和另一半相视相恋 扎根厦门 南部人都比较热情 然后讲更多的闽南话 然后我觉得跟厦门很相近 平日拜拜祈福的香 转型成生活用品 老派产业注入心意 要在文创市场抢得投降